哈囉,大家好,我是博勝 今天要幫各位介紹的是喜鹽塔 喜鹽塔的車我們有設定導航 設定導航,那我們現在在高速行駛的狀況之下 我們有使用到導航的部分 搭配我們左上角有一個抬頭顯示器 給各位參考一下 目前喜鹽塔我們搭配的影音系統裡面 搭配的是有導航型的抬頭顯示器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我們現在左上角有一個設定導航的路徑 還有我們的速度 那如果說您超過速線的話 我們的公里數旁邊會有刮幅 上方會出現有一個碼表 那表示我們有超過速線 那現在的一個狀況就是說我們有使用導航 使用導航的狀況之下 左上角的抬頭顯示器就會出現路徑 那待會你可以看到我們超過110的時候 左右兩側它會有刮幅 還有上方會出現一個碼表 那它就是提醒我們有超過速線的 超過速線的 那我們現在這台車有使用定速 我們的定速來講 左手邊就會看得到我們有一個定速符號 再加上set的一個符號 就是表示我們定速有設定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儀表板的速度是100 100的速度 那我們可以繼續往上加速 那中間是我們的旅程電腦 旅程電腦可以看到我們的一個顯示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調到我們的 左右車道偏移的位置 那左右車道偏移 當你如果說超過50以上 偏左偏右的時候會發出警告 像我們現在如果說有偏左偏右的時候 就會發出像這樣的警告聲 表示我們車道已經偏移了 你可以看得到 那現在兩條白線就表示我們是在車子的一個路中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路中的部分 那當如果你有偏左偏右的時候 會出現我們的警告 警告你可以看到白線的部分就是表示我們攝影機 有錄影到我們前方是有置中的 在路中中間的 但是這台車的話它是沒有會自動修正的功能 它是有車道偏移的提醒而已 那還有預警防重的一個提醒 那我們左手邊就是有設定定速 定速的一個畫面 set有一個set有亮起來 就表示我們定速完成設定了 那有啟動車道偏移 那左前方就是我們的抬頭顯示器 它是導航型的抬頭顯示器 有速度啦還有我們的導航的一個設定 那如果說有出現相機的話 表示就是前方有車速照相 有一個相機的符號就表示前方有車速照相 那我們這台是有搭配盲點偵測的 如果說車子有經過的時候 會提醒你左邊或右邊有障礙物 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 我們的GAMI導航搭配我們的排頭顯示器 那有搭配我們的定速跟車道偏移的一個功能在上面 在使用來講的話非常的方便 我們跑高速公路只要設定定速 包括我們有設定導航 設定導航之後的話 我們不用盯著導航去看 只要聽導航的聲音就可以了 那左前方就會出現我們的速度表 速度表 包括我們車子在行駛的時候 如果說有不小心打瞌睡啦 偏左偏右的時候 就會顯示在我們的儀錶板上方 那以上就是今天博勝跟各位分享的我們的顯卡 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我們的導航 搭配我們的抬頭顯示器 跟我們的定速設定的一個作動情形 給各位做個參考 那如果覺得我們今天的介紹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了 掰掰 OK補充一下 剛剛有經過測速照相的部分 它會出現相機 好那我們現在給各位看到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抬頭顯示器 它搭配我們的微型導航的一個功能 它是導航型有抬頭顯示器的 那我們這台車的話 它是搭配有 GAMI導航加我們的導航型的抬頭顯示器 在這邊讓各位知道一下它作動的情形 給各位做個參考 給各位做個參考 那我們盲點的正亮燈了 好 那我們的補充就到這邊了 如果覺得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在補兵下留言 那覺得我們的影片介紹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 晚安了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是博勝 在這邊跟各位做個補充 那我們現在可能看到 我們前方的抬頭顯示器的作動情形 在這邊給各位做個參考 那我們現在有設定定速 那導航的部分來講 它上面就會看得到 我們有設定導航的功能 那它上面會出現我們的速度 速度啦 還有如果有超過速限 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112 包括照相 可以看到左前方 我們的右前方 會有相機在閃 所以前方有車速照相 那如果你超過速限的話 左右兩側就會出現我們兩條 刮虎 刮虎跟我們的MARFIA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經過有車速照相的一個符號 就像這樣 有車速照相的一個顯示符號 然後如果超過速限 現在是112 那如果說 當我們速度加超過110的時候 待會可以看得到我們的速限 它會現在已經貼體調整 超過110了 那你會看到兩邊左右兩側會有掛幅 上面會出現一個馬秒的符號 那這個就是我們超過我們現在的速限 我們的速限 那以上就是我們導航型的抬頭顯示器 它的作動行星 跟我們搭配定速在使用的一個行星 在這邊讓各位做個參考 那如果覺得我們補充的影片不錯的話 記得一樣幫我們關一下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各位 還沒有訂閱的好朋友們 麻煩幫我們訂閱一下 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在底下留言 感謝各位的觀賞 謝謝 拜拜